以下为民国102年的一篇报导 请仔细阅读后选出正确的选项 寒冬中喜热水早市一大享受极幸福 林内同仁仁爱之家因其电热水器的加热棒钙化严重 四肢中有一肢故障造成热水供应不足 近百名老人无法安心洗热水早 林内同仁仁爱之家社工组组长廖志峰指出 林内乡水值差总硬度高 那所谓的总硬度高就是含钙离子没离子的浓度高 那造成原本太阳能热水器管路 太阳能板钙化结晶严重 那使用不到四年即整组拆除改成用电热水器 那同样的也因为水值硬度太高 导致除热桶内的加热棒钙化结晶 大约四个月就要换掉一支加热棒 那廖志峰指出 不止加热棒钙化结晶像中辱石 除热桶内每一段时间即可清除一大桶结晶 那根据上述报导 盒者较有可能是报导中所提及的钙化结晶 那与沙列盒者主要成分是相接近的 那我们知道在硬水 暂时硬水 如果加热的时候 会吸出碳酸钙的结晶 那这个碳酸钙也是像中辱石一样的结晶结构 所以我们选择的答案应该是 A选项碳酸钙 那其他的选项 比如说B选项钙肥皂的话 它是肥皂遇到硬水的过程所形成的沉淀 好那C选项的话是石膏 石膏的成分是硫酸钙 好那猪选项成青石灰水溶液 那他的化学石是氢氧化钙水溶液 那E选项塑酵型质酸剂 塑酵型质酸剂指的是碳酸岩型的质酸剂 那这是碳酸钙钙 所以我们这一题选的答案应该是 A选项碳酸钙 A选项碳酸钙 A选项碳酸钙